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是住在小泉运河旁边这间旅馆 那我们就先进去check in 然后先开箱给大家看啰 来带大家开箱一下今天住宿的地方 它其实旁边就是直接小泉运河这样 超近的 大概距离小泉站JR小泉站 大概走大概十分钟左右 首先一进来啊其实就是直接是玄关 然后这边就是有拖鞋啊放鞋这地方 然后还有鞋疤啊这些 然后上面的话就是衣架 然后就是你可以挂衣服这样 然后呢左左边还有一个全身镜 对 然后对面呢就是直接是那个浴室 好 其实刚才有先进来 但是浴室的话它其实就是基本的 呃 卫生纸啊马桶啊垃圾桶啊 然后就基本的漱口杯啊吸收乳 然后洗手台跟那个浴缕缸 还有那种吸发乳啊沐浴乳之类的 对 然后一个镜石站 好 然后呢再出来它其实这边就是睡的地方 然后它就是这个应该是吹风机 然后就还有那个电视啊 然后基本的这边就是算是双人床吧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小沙发啊热水壶啊 然后杯子啊保险箱啊之类的东西 然后呢窗外看出去其实就是可以看到是旁边的街道这样 好啦 开箱完毕 那接下来第一站就先去那个北一哨子馆那边 然后我想先去看那个甜点 然后再去逛那个什么北一哨子馆啊 什么小镇运河那边这样 这我身后就是小镇运河 对 现在天气只有-1.3度 小镇运河 小镇运河旁边它其实 好像听说还是有那种就是可以划船嘛 就是会有划船在你转工的那种这样 因为听说晚上夜景的时候 有时候它旁边可能就会点灯 然后你就可以就是算是坐着船 然后就游历那个小镇的那个美景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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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很適合看 它還有那個起勢味蠻重的 但是它完全不會有那種膩感 不錯 先淋下福二度 然後來到北壽子館 我想說來嘗嘗看它 它其實最有名是八段的鬆起零醬 之間我可能八段可能就給我吃完這樣 所以我想說先來吃看看三段的這樣 然後是選巧克力牛乳跟白糖的這樣 給我吃一下 其實味道真的很好味 就完全是那個 假的像我剛才吃的是白糖的 所以就真的是那個神秘的味道這樣 沒關係 我們還沒去那個六花天跟北果樓 我們還去一下 走吧 現在在我身後的第三站 就是北果樓跟六花亭 對 這邊就是住民買伴手禮的地方 好啦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囉 剛在六花天買了伴手禮 然後跟那個 它二樓剛好有做過 然後 我就買了它的泡芙跟那個 Yuki Kong Cheese 就是可可餅乾這樣 那個 芝士蛋糕這樣 這個Yuki Kong Cheese啊 它是 那時候買的時候是250元日幣 然後 這個泡芙是120這樣 我想先來嘗嘗看 它裡面的這個Cheesecake 除了 味道很濃郁 就是其實味很濃郁之外 它還是冰的 然後吃起來 跟 巧克力就蠻搭的 Cheesecake的冰啊 然後再加上一個可可的香氣 還有那個 算是可可 有點微微苦 有點苦 這樣 綜合在一起 可是 完全就是整體吃起來 不會苦 這樣 就還蠻搭的 來試試看它的泡芙 跟外城的那個泡芙的那個皮 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它不是那種 就是我們 就是傳統的味道 可能是 什麼脆脆的啊 之類的 它比較像是 麵包的感覺 但中間很像 我是很喜歡的 來到六花園 你可以試試看 真心推薦 我們來到了小鑽 小鑽 小鑽 這個鑽 鍋子 還是 小鑽 小鑽 違う 口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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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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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